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请到了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听众朋友 就明年的产业的展望 先来review一下 那同时呢 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电动车电池 以及呢 最近哇 真的有点红的啦 这个光学概念股啊 从大力光一直到郁金光 然后到二线的光学像华清科啊 佳能啊 这些过去做数位相机的 现在全部纷纷复活了 到底这些光学股呢 是长真的还长假的 这个大力光居然可以短短的啊 两周股价可以涨了20% 这真的是大翻身了 是闲于大翻身呢 还是真的要回升 这个悬念我们等一下请教洪达 洪达你好 是木耀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明年吧 这个明年整个大产业的前景怎么看 对我们在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有谈过对于这个半导体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看法嘛 对 那其实是正向的 但是其实这个刚好前一阵升息 帮我们来测一下这个逻辑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台积电没什么跌 连电没有什么跌 那但是呢我们要谈到明年的时候我就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认为2022年喔在看这些表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字叫做震荡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这个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他大概比如说这个这个中研院估大概3%多 台湾3.85 台湾3.85 然后主基础跟央行都是4%左右 对 那我们在上次参加这个联发科的这个这个说明会的时候他们也讲 哎呀这个21年成长20几个% 好像也不是每年都会这么好 这句话有透漏一些玄机 但是也讲了成长以联发科做例子 未来三年还是meetings的成长 所以呢这很像我们如果把台积电放在2020年的时候 大家说哇这个网路需要很多的晶片 股价就先走了一大波 嗯长期来看他的确是趋势 但是短期的震荡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如果你我们投资人每天面对的就是每天股价的变化 对 那股价是跟着尤其是半导体是跟着经济的发展走的 哦那经济好大家就多买 哦特别是去年 呃这21年其实呃这个像电视啊这些很多都是平价的商品 哦这个卖了非常的多 所以22年的打法绝对会不一样 所以我想这个22年会是一个震荡的状况 目前在市场上大家看到的就是说 呃高点应该会先落在22年的第一季 嗯好因为这个所有的需求升息都还没有反应出来之前 对你会看到所有的需求都很畅旺 嗯但是我认为对于升息造成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观为什么呢 因为升息其实是一个人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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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出来的因素 它不像这个COVID-19 嗯它是个天灾哦 那升息造成的因素其实对于各国的政府来讲 基本上都还是希望经济是往上走的 而不是说被一棒打死 当然 所以大家对于 升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对 升息只是手段 那真正需要的是哎 其实温和的通膨就是说我这个哪样东西呢 价钱是往上走 但是是慢慢的增加 让大家愿意投资 愿意消费 而不是变成通缩 把钱锁在家里 所以预期明年还是会慢慢的这个 呃通膨慢慢的慢慢的增加 像航运大家就开始在讲 哎也许已经不是回到过去航运 每一年EPS可能很很低 可能它会有一个基本的EPS 比如说五块啊六块啊这样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航运在八十几块的时候 这个受险跑进去买 所以未来经济的一个样貌已经慢慢的出来 所以第一季的乐观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震荡 到第三第四季年底的时候 再从这个悲观的气氛中当中再复苏出来 有可能明年会是这个状况 但我们还要一记一记的来为大家来观察这个状况 好那大概明年如果以股市来讲 真正的真正的这个力头 应该是在超跌之后的一个超值买点 这个因为也确实 这个万八的机器你要再往上升 这个空间的确是有限 那唯有震荡 这个大区间才会有利润 好那至于说在产业的部分 最新的比较大家关注的交易就是联电的涨价 联电的代工价 说明年一月调升一次 三月再调升一次 那当然也有外资法人认为就是说 这个大概明年三月调升就最后了 最后的调升了 再也要再涨有困难了 这个你的看法 我想现在供需慢慢的会 在明年的下半年会达到平衡 但是因为新产能增加究竟有多快 这个是关键 所以目前上半年来看都还是算是乐观的 所以明年联电的EPS有人估五块 有人估六块 但无论如何都是比今年来的高 毛利率上到四字头吗 是是因为你真的产能新的产能要大量开出来 那应该也是二三年的事情了 好那当然这个是不是最后一次涨价 我觉得这也很难估计对不对 那至于说在记忆体的部分 包括5G晶片的部分 这个整个半导体到封测 你的看法呢 其实在上一次李国鼎论坛之后 会后的论坛 那一次的阵容非常坚强 都是台湾最厉害顶尖的半导体的掌门人 大家问的关键问题都是 这接下来要扩五十几个方水厂 那增加的产能什么时候会影响到产业 因为他们经历过好几轮的cycle 所以有几位这个总经理就跟我讲说 他们看过其实当这个如果反转的时候 是很快的 但是目前也确实没有人知道说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反转 所以还是先看总体经济 那总体经济的需求创造出来之后 其实后面整个链会是跟着好的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件事 我们目前仍然确实是处于一个 很大的科技的这个转折点 我把那个时间回到 新的运用的发展 19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对半导体都觉得 好像看不到什么新运用 到底要往哪里去 那时候就有一个副总跟我们讲说 明年会开始出现了5G1什么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听就觉得 真的还假的不知道 但是后来就真的开始在 比他讲的时间点再晚了一年 开始真的一个一个爆发 那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力气看到 你看这个电动车无论如何 它正在转的过程 这个并没有改变嘛 那明年像伺服器 伺服器是会相当好的 这个也是蛮笃定的 那这些东西会带动下一个改变 那像电视这些 就我们刚刚讲的 21年或者是20年 卖的是平价的LCE电视或手机 它就要开始出现一个升级槽才卖得动 所以原有的commodity产品 你必须把价格提高 要不然的话 你22年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像CES 接下来1月初马上开展CES 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明年的脉络会更加清楚 那Wi-Fi6呢 你觉得明年会成熟开始往上走 所以CES是Wi-Fi7要出来 联发科有说 那但是无论如何 对于网通跟这个Broadband 都是乐观的 因为全世界还是在 你那个5G后面 其实要接的就是各种的无线应用嘛 所以无线跟这个光纤通讯的 这个渗透率仍然在增加 所以目前对于网通并不是悲观的 是乐观的 而且网通算是今年在电子产业里面 机器相对比较低一点的啦 上半年缺货的关系嘛 缺料的关系 对 包括像车用电子 大家都觉得缺料结束了 可能会好一点 对 不过车用电子众说分云 也就是说什么MCU啊 MOSPHE这些缺要到2023年24年 这个说什么PMIC啊 电源晶片啊 哇这个多缺多缺 这个东西是众说分云的一件事情 不过对原有的厂商来讲 不缺的时候它出货就会容易一点 所以 所以今年如果 受到缺货业绩受影响的 等于被压住 那个压力放开之后 它就会容易弹起来 那个晶片价格真的是涨到不可思议 对 我是听说从什么不到一块钱 涨到五六十块钱 这种恐怖的一个数字都有 但是你已经看到那个联准会的时候 已经升进来了 那个原物料的价格开始有改变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的部分 你觉得明年的这个电池供应链 整个台湾的角色呢 包括我最近发现 那个宁德时代最近股价跌得很惨 开始 连宁德时代的股价都开始在做 这个很大的波动 其实这个电池的题目我做了相当一段时间 它是 我认为这是一个各位投资人可以注意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的投资 它的成长时间非常的长 我们这个是Bloomberg的这个资料 那另外其实美国政府在六月有个供应链报告 那是公开的 每个人都可以下载 它拿出来图跟这其实是差不多 就是说 你如果看 这个它定义叫高容量锂电池 大概每四年这个产业的规模 全球规模就会成长一倍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大成长 而且在21年的时候 它估计锂电池会超越千酸电池 千酸电池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车里面 我们就是换电瓶现在的 现在它是主流 大家讲了这么久的锂电池到21年 锂电池才超越千酸电池 那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我来讲这个 来讲那个宁德时代的股价点 各位知道这个电池是高度依赖材料的 哇这些东西有涨翻了 过去十年 这个锂电池的价格跌了八成 本来卖一百块 后来变卖二十块 可是呢锂电池材料 我们有去查 涅的价格过去三年涨了八成 钩的价格过去三年涨了两成 还没讲到锂 锂在过去一年涨了两倍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 锂电池会受影响 成本上升 成本上升啊 所以我们就想 还发现说 原来以前这个磷酸锂铁 是一个冷门技术 因为三元比较好用 大家就用三元 哇成本降升大家受不了 那个 其实电池的新闻非常多 大家在抢锂礦 所以这个后面变化很多 不因为李三元的安全性有疑虑 因为毕竟它一旦烧起来 那不得了 那理铁还是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这个过去啊 特斯拉是用这个李三元电池嘛 但是呢 特斯拉已经开始要改成离铁电池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李三元 安全性 一旦烧起来的话 整台车要烧到完才能烧 才能才能才能结束啊 这个你怎么铺都铺不灭的 那个火 那个是一定要让它烧到完的 但离铁相对 它的缺点就是笨重 然后呢 效率没那么好 但是基本上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就相对它的稳定性安全性是高的 那我不晓得 宏达怎么看李三元啊 离铁的这场竞争 我们这次研究这个题目 就会发现说 其实未来电动车市场 将会分成两极化发展 我们在这一次 有整理这几种电池的特性 那以后高价车 比如说宾式的比如X-Class 或者是这个Tesla最强的系列 还是会用李三元 因为它的密度还是最密 但是呢 你说我们接下来大家要拼量 我要成为全球第一 我要做100万以下的这个电动车 那你势必就要用 磷酸铁锂电池 因为我刚刚我们讲的 它的这个成本的优势 那磷酸铁锂当然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在低温的时候 它的这个电量就会下滑的比较快 可是或者是说过去认为 它续航力不是那么长 但是第一个 特斯拉用了新的电池的设计 让这个可以 其实说实在话 解决续航力很简单 我多装一点电池 我就可以跑远一点 所以这次特斯拉就是 既然它比较安全 我就可以多塞一点 来增加它的续航力 所以在这个新的磷酸铁锂的特斯拉Model 3 大概也可以跑到这个400多公里快500 那未来其实现在另外一个重点的新闻是 今年的欧洲的电动车市场 将会成长的比这个中国还要快 那你看新闻就看到说 BMW在拼命要盖电池厂 然后Volkswagen的电池日 今年出的电池日 大力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布局 欧洲在大力要搞电池了 所以大家开始交锋说 说以前我都是追求这个长的里程数 现在不要我改成 到处都可以充电 那我呢 我用磷酸铁锂便宜 然后你到处就充一下 或者说我就是做成绩这个通勤用的 我可以降低成本 所以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少 再去谈这个长的续航里程 那准备要准备放量 你看特斯拉要说 要出100万台币以下的这个电动车 好那台湾在这个电池产业里面 当然不乏一些知名的公司 你觉得台湾的这个供应链 怎么去抢占这个商机呢 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这个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目前来看台湾并不是把这个焦点 放在这个电动乘用车的这个市场 其实各位要知道 这个取代石油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除了乘用车之外还有公车 还有这个大型的特殊的这个挖土机 航这个船这些或者是两轮的脚踏车 所以台湾现在比较强的是像这个新普 跟这个AESKY 他们就是沿着过去在 Nordbook发展的基础 他开始打进了这个像这个欧洲的脚踏车跟自行车 这部分台湾是跑的比较快的 所以你会看到AESKY 其实是现在最高价的千元的这个电池股 就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有量 你去看那个捷安特 他所有的那个电动车车标志都会说 新普科技所封装的这个电池模组 那这种东西欧洲人要求安全 要求要有认证 所以那个台湾的那个电池认证实验室 现在订单多到接都接不完 所以才有人说 我要来投资电池认证实验室 但不是做电动大型重用车的 他们都做先从小型的这种 两轮载具直接开始做起 那这个是模组 模组各位可以去看AESKY 因为新普把他很多的资源都放给了这个子公司 那另外其实像这个立凯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立凯其实是做磷酸铁理这个部分里面 在台湾做的已经相当长时间 他本来是这个李嘉诚跟尹远良投资的 所以当时阵容 他其实在这个宁德时代崛起之前 就已经很大力的在投资这个技术了 那他也充了相当久的时间 我们这次采访工人员 其实这个潘技术长跟我们讲说 你要做磷酸铁理电池 你要合法的做的话 你要去付这个授权费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 四个国家四个公司 三个国家四个公司付 就是中国台湾跟日本 那中国两个公司 那台湾其实就是立凯有付这个专利费 然后日本有付这个专利费 那所以呢目前其实LG像韩国这公司 现在是 我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他们是有技术的 但是他们没有付这个专利费 所以他目前 并没有办法出这个磷酸铁理相关的电池 所以这我们的了解 现在像LG这些公司 跟台湾的这个立凯 他们中间有在谈某个 某种程度的合作 或者是说我们在讲说 美国要做一个去中国化电池供应链 那他需要这个非中系的电池材料的时候 他就需要像这个台湾这些材料供应商的这个角色 所以在这个中美的科技战之后 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只有半导体 其实台湾的电池产业很有可能 也会迎来一个特别的机会 因为这个报告是这个六月才发的嘛 所以很多事情已经在酝酿当中 立凯好像最近才减完资嘛 对不对 对 那减资就是为了引进投资人嘛 OK 好 此外还有其他的可以注意的这个公司吗 比如说像中炭好了 因为我们去问 第一个要先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做电池嘛 最近有个话题就是讲说 石墨因为中国缺电的关系 所以缺料 那其实台湾喔 台湾的供应链真的蛮完整的 石墨是做所谓的附集材料用的 那其中台湾唯一家就是中炭 它就是用那个中钢所剩下来的这个炭的这个东西再去精炼 做出可以供电池所使用的炭 那我们前几天在这个展会上遇到中炭的代表 他就跟我们说他们现在正在盖一个新的那个炉子 要来做这个电池的材料 而且我就说那你那个未来产能会增加多少 他说不是增加一倍 因为新盖预期的这个需求很大 所以是倍数以上 所以目前这个电池材料占中炭大概十分之一喔 那很可以期待就是未来他应该会二十或三十以上 对这样的一个成长 那因为电池是一个不容易换材料的行业 你随便换的话这电池性能就不稳定了 中炭因为进得早 他是很早期就在做附集材料 所以他接下来也会有他的价值 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本来要谈这个光学概念股的 那因为大立光最近股价表现得非常的强眼 那有人说这个大立光是不是真的具备这个股价回升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下次再请红达来帮我们分享 这个光学相关族群好了 这个整个明年光学的看法 因为毕竟苹果明年新机也要进入到八批镜头了 所以大立光会不会有机会呢 好这个是一个悬念 我们下礼拜 下次的节目再跟各位来报告